先打开包装,我们就先把回床座严强放在前后左右 大概50厘米都不要有障碍,因为它会严强回床 严强地变量的时候,严强早前面就自动回床 然后这是说明书,但是这是国外其他国家的,像德语、英语、俄语 葡萄牙鱼,西班牙鱼之类的,这个就不用看了 那先装机器,它有一个膜给它撕掉,这两个给它拿掉 然后就可以装这个灰尘盒,灰尘盒它是你拿出来,就是有装在机器上 把这个毛刷放进去,毛刷有分阵而有对应的 如果有缠到头发了,平常你可以拉下来清理一下头发 它有配两对,就是这个坏了就可以换一对 那如果有变形,用热水烫一下,它也能回来 这样子就可以工作了,抢按开机 这样子就让它自动去清扫,就不用管它了,它就会自己去扫了 扫完了,就把这个灰尘盒拉下来,把这个垃圾倒掉 有一个毛刷,可以刷,刷到一边 然后倒完了,每次这里面还有过滤网 过滤网,像这个是纸的,不能洗,拍一拍,把它灰尘打掉 这个也是用这个刷一下,这个是可以洗的 再给它冲回来 这里面有个电机,这个是不能溅水的,溅水了就坏了 那有些时候,这些粘会,粘一些脏东西 你可以水稍微冲一下,但是不要碰到这些 也不要让它进到电机里面去,可以用湿布擦 这个也是需要清理的,拿下来 这个给它弄掉,有脏东西就弄掉 这个拿起来,会有头发拔掉 旁边也会有头发拔掉,拔掉 也可以水洗,用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洗一下 晾干后再给它装上来 好了,那基本充满一次电,你家里面就够清扫了 然后扫完之后,你要拖地就换下这个水箱 这个是从这边装水进去 有一个布,这个布是可以撕下来 如果你觉得家里面不要脏一块布擦 不够干净 它擦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它撕下来 然后去水里面冲一下,再给它装上来 那像布如果是干的,我的习惯就是先把布浸湿 水拧干,然后再装上来再去拖 因为它一开始是要先渗水出来 你一开始肯定它渗水,不会很快就湿嘛 所以我习惯就是先把整块布暂湿 然后拖完 拖完的话,拿下来这个水,我要给它倒掉 不然会臭,这块布要不要洗了,晾干 那带着这个水箱,是不要充电的 我们这种带水冲 虽然说它不会渗水,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我们不建议带水箱充电 每次拖完地,你也把灰尘热放上去 然后拿过来 你自己给它放上去更快 放上去充电 要对准 开始充电的话 这个灯会闪 这样子就有对上去了 那平常就这样放着也没有关系 我一般都这样放着 要用的时候才有得用 可以了